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子學堂ETF全球投資報 我是主持人廖大偉 在我的左手邊呢 是我們投資專家林承穎 陳兄 大家好 我們大家都知道 美國現在景氣一變大豪 開始呢這個非農就業人口呢 又開始往上揚啦 那看起來 葉倫應該應該啦 12月 該升息了吧 大家已經等了兩年了 快瘋掉了 好 那真的竟然快要升息了 我們接下來 有哪一些ETF可以做佈局 就請陳兄兄 幫我們來一一說明 是 大家在升息的時候 那麼通常都會考慮兩個 第一個呢 這一次啊 喊了很久的狼來了 12 12月的時候會不會僅價狼來啊 這個是我們考慮第一點 第二的話就升息的時候呢 因為啊 利差有機會先擴大的關係啦 當然就比如說 在投資的時候呢 那麼對金融業是相對的有利 所以我們不妨看到說呢 如果第一個受惠的 大家想到就是 這個區域性的金融業在美國 所以呢 像區域的銀行裡面 就有這種ETF 包括像是呢 SPDR追蹤的 像iShare追蹤的 有KRE跟IAT 那另外像保險業的話呢 那麼也是值得去做留意 所以呢 從區域銀行追蹤完之後呢 我們就看到保險 那麼接著在保險的部分的話呢 還有像這個PowerShare 那麼他們也有一個 這個ETF 好 所以我們可以從銀行 和這個保險業的角度 去做切入 主要就是賺利差啦 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對股票還有印象的話呢 好 那麼在 之前啦 台灣的央行是 在央行會議之後是降息嘛 降息的話 那個時候外資他就是賣超金融 是的 對 因為他們認為呢 金融業的這個利差會縮小 好 我們看下一個 不過Cable 額外問一下 那台灣的金融股 會不會因此而收費呢 這要看還是要看我們央行態度啊 因為我們的央行 萬一央行不升級的話 那怎麼辦 那對我們來講的話 可能短期之內也就會產生一個 這個外資資金流動的情形 短期之內 這個David問這個問題的話 這就牽涉到我們下一張 要跟大家提到的 當這種資金流動的時候 目前來看 全球的主要國家裡面 只有美國去升息 資金往美國去做流動 當然最最近啦 這個我們主管基金管提到說 其實外資是匯入的 但是在全世界的話 我們看到 美元是出現走強的情形 那麼當美元出現走強的時候呢 你可能投資在有些地方 它的股市還是有本地 或其他的資金去做支撐 股市不會下來 但是呢在你投資的時候 因為匯率的關係的話 你可能賺到價差 然後賠到匯差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就要注意一下囉 有匯率避險的ETF 值得做留意 比如說呢 最近的話我們看到 美元走強 那麼美元指數都要挑戰100了 所以像這個歐元對美元 哇是貶值 那日元對美元 也貶值 對 那新市場貨幣 是 匯率啦 新市場的這個貨幣的話 開始出現貶值的情形 其實台幣算相對堅挺了 其他的地方的話呢 包括像是南非幣 甚至於還創造新低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你投資這些地方的時候 它必須要做一件事情 最好在它的ETF上面的話 有做匯率避險 對 所以像比如說歐洲 其實歐洲股市還算強嘛 最近日本股市也算強 甚至於日元一扁 它其實它的股價 就開始出現上漲的情況 那麼新市場的話呢 最近也還算抗跌 所以呢 如果匯率有避險的話 那你投資這些地方的ETF的話 就不會被這個匯率 去吃掉你的一個價差 當然也要提醒大家了 因為你在這個ETF 它要追蹤指數的過程裡面 是 你必須要挪出一些資金去做避險 所以它沒有辦法 把100%的資金去追蹤這個指數 對 當然還是會希望說貼近啦 但是呢 有可能還是會有一點的差異性 沒關係 至少我想到時候開課的時候 再來跟大家做詳細的說明 我最擔心的氣勢是 台股好像是 台股股指數又跌 然後幣子也跌 這樣真的很糟糕啦 本期呢 就為大家介紹到這邊 所以跟大家再複習一次 就是 跟銀行啊 保險有關的ETF 以及這種 貨幣有做避險的這種ETF 下期再會 謝謝